各位好 我們剛剛把關於身體化為格式 請求向、棉胖案、獨立相、婦族向 有幾個不同的寫法 那剛剛有提到說 盡量請大家第一次寫的時候 用記不成事的寫法 這樣的話有個好處就是 或者你第一次寫 很容易把你串心的東西再想清楚 那我們剛剛看到 第一次同學教的專利 或者說第一次開始寫專利的人 最疏忽的地方就是說 寫到後來不曉得自己串心 串心的東西 把它寫在專利申請化為裡面 常常看到的例子 我剛開始講就是 上學期 這是同學幾個例子 那我往看一看 大部分的例子當然都是寫得不錯 不過裡面還有一些缺陷 大家可以把它指出來 當作你們的加分題 或者說你覺得說裡面還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或者說它可以增加什麼功能 甚至可以被子上升一些 你們的其中報告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專利申請化為裡面寫的東西 因為專利申請化為一定要很明確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跟專利局定的一個契約 契約就是在法律上面保護 就比較全力化為 那這全力化為就反正應該要明確 如果它是很模糊的 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基本上都會要求大家寫的明確 那所以一定要 要達到明確 那不一定有的是幻愁不明確 或者說是 發明的說明 身體專利化為寫的不一致 或者說寫的技術特徵裡面 講不清楚 還有一個是 當然用一些很籠統的表示的用語 表示用語不太明確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幻愁不明確 比如說每個請求項 幻愁應該明確 那它身體的標的要有一次 我們來看第一個想法 我們常常會看到 我們常常做軟體 然後軟體加硬體 所以它既有軟體的步驟方法 就是一個方法的專利 那另外呢 交了硬體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產品 一個專制 變成一個物 變成一個物 所以常常會有看到一個 用怎樣怎樣的方法 或專制 那像這寫法 在專利的請求項裡面 或者說專利的名稱裡面 是不好的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 你用或 用或 所以你應該寫成 一種什麼什麼的方法 其中包括怎樣怎樣 或者一種怎樣怎樣的專制 其中包括什麼 後面大概是把要件列出來 不是專制 就是方法 一月你申請方法專利 一月你申請一個物 就是禮物 那如果說 兩個都要申請 就變成兩個花明 大家了解嗎 一申請兩個花明 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 就是說 這兩個要關係 就是說 他們要 不可分離 那 你的寫法 就不要用破 用 預言怎樣的方法 極專制 應該有極 極專制 或者極 極專制 這樣比較好 極專制 都可以 那 一種怎樣方法 極專制 其中包括怎樣 那 如果 你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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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立的名稱 定為一種怎樣的方法 極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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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請就下 可不可以寫成這樣子 因為你 你定了這個名稱以後 其實你的心目中 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專制的生意 既想申請一個 創新的方法的創新 又想申請 透過這個方法 你做成個 產品的創新 所以你這裡事實上 是想申請兩個 兩個花明 兩個花明 那 那 生意兩花明 你獨立下 不應該只寫一個 所以 獨立下 要把它分成兩個 應該寫成 一個怎樣的方法 其中包括怎樣 一個一個 怎樣的專制 其中又包括怎樣 那我們後面會有例子 後面 講完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就會講這個例子 就講類似這個例子 怎麼樣來寫 怎麼樣來寫 這是非常清楚的 你要用兩個獨立項 來說明兩個方法 不能只寫一個獨立項 這是一個錯誤的學法 這是一個錯誤的學法 那 題目呢 題目要把它改成 一種怎樣的方法 其中之 一二就是這個小法是不對的 其中這樣小法是不對的 應該把它分成兩個獨立項 表示兩個花獨立項 表示兩個花獨立項 第一的話 不明確的學法 第二個就是 常常 譬如說 用怎樣怎樣的物 用怎樣的東西 做成一個感官器的應用 這在一般寫入門或什麼 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樣寫 但是寫專例不可以 因為你專例 我們已經講過了 專例不是申請一個物 或是你的方法 或是你的用途 必然是這樣的花獨立項 所以你應該把它改成什麼呢 你有怎樣怎樣的物感官的方法 你應該 不是申請感官器 而是申請物的用途 可歸類為方法 物的用途可以歸類為方法的方法 或者說是 我們常常會寫的 說怎樣怎樣專制的散熱功效 其中包括什麼 那 這在專例裡面 我們很清楚知道 什麼叫功效 我們花獨立項 物或者是方法 或者是用途 一二這三種 用途通常也適合 透過怎樣的方法 也是申請方法專例 所以 你應該想說 要怎樣怎樣的散熱專制 或申請物的東西 應該選擇怎樣怎樣的散熱專制 其中包括什麼 或者怎樣怎樣專制的散熱方法 其步驟為什麼 其步驟為什麼 所以這個是申請物的專例 這個申請用途或者方法和專例 只能選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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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統一幾項項 建立中不同的申請法 是會指它不明確 不如明確 所以基本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 叫大家怎麼去寫 獨立項 就寫項項裡面的獨立項 把你創新的東西 那個發明的東西把它寫清楚 那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說 常常寫的時候 於第一次開始寫的時候 把身體化為悍 專利的身體化為悍 說明是最佳實施力 實施法式的地方寫的不一致 其實不一致 不過寫多了應該 這部分應該就比較不會 不過剛開始以前 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不一致的情況 就是不明確的情況就是 技術特徵 不明確或不一致 記載的內容不一致 這典型的以前 現在當然不會了 以前電晶體 剛出來的時候 生理專利換為用IC電路 那發明說明裡面 例子裡面 因為電力比較熟 就用電力的電路來做實施力 那這樣是不允許 不允許 那最後一種就是 表現方式所致的不明確 什麼叫表現方式呢 就是一些用語 習慣上做文章的用語 在專利裡面 能避免 盡量避免 當然有時候 可能也會用到 那盡量不用 在申請專利化為請求下裡面 盡量不要 你在那個實施方式裡面 有時候會用到 還可以 請求下裡面用 就比較不好 就是用負面表現 除什麼之外 會用什麼 然後有一些界定的用語 對小職 對大職 包含零二 那寫成大約小職 類似這種的 大家看這樣子 規意念 小一隻手之多肉 這種東西都很容易 那專利化為不明確 因為專利化為一定要明確 那大約接近 這更是 更是讓人家 請求下裡面 會請求下不明確 什麼是大約 什麼是接近 接近多少 大概是多少 這都不明確 那 使用相對標準 或程度不明的 用語 低分高壓 類似這種 抑鬱的強弱 這都是 化為不明確 請求下裡面使用必要時 是需要時 什麼 最好是 什麼 或類似 這種 這種用語 也會導致不明確 還是不明確 那 生理專利化為 所以 我們看那個 剛剛那個比例 就是說 十字化是佔百分之四十 所以 換個為五是大概佔百分之十五 所以基本上面 要 盡量 要剪輯 盡量 要剪輯 盡量要剪輯 剪輯 和獨立相的記帳 盡量採用剪輯 像獨立相的記帳 不要有什麼商業用語 宣傳的東西 那 生理專利化為 再一次強調 必須 發明說明圖示要支持 不可以 不可以生理化為裡面 抽出 發明說明及圖示所揭露的 有揭露的 那 那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很開創性的花瓶 那 通常畫過會比較慌 也就是說 如果你 開創性的花瓶 你可能 在生理專利化裡面 你畫海拔寫大一點 通常還會被允 那 如果只是 改良性的花瓶 或者改良不大的花瓶 通常很難在升級段階範圍裡面,要把它寫得很大 以紅外線通訊作為車輛通訊管理的話 如果發明書裡面只說是用一種車輛 譬如說這個車輛端,紅外線通訊,DSRC 你在距離實施裡面只講DSRC的東西 那如果你在升級段階範圍裡面,你把某些微波或什麼 你把升級段階範圍也寫進去 那如果審查委員認為,具有通常知識者難以確定的 除非你能夠在實施方式裡面把微波的東西寫得很清楚 否則審查委員不會允許你說,你這個車輛裡面 用的器材,用的車機,用的OBU,Obo unit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允許 那怎樣叫做延伸 就是說,你畫面說明裡面 身體畫圍怎樣可以延伸 那通常在端倫裡面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如果這是通常知識 你可以在端倫生畫裡面延伸 通常知識可以延伸 另外一個利用低型的實驗或呼吸方法可以延伸的時候 這時候,畫面說明就可以支持身體段階範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顯而易志 顯而易志這樣修飾都能夠獲得的話 這個就是,畫面說明裡面就可以支持 這時候,身體段階範圍裡面 可以包含這一部分可以延伸的 通常知識、例行的實驗方法 呼吸可以延伸著或者顯而易志 那這種東西是由誰來認定呢? 審查委員來認定 如果打官司的話呢 就有寡官來認定 那通常比較好的就是說 因為這東西可以延伸 就是有時候實驗畫書裡面又很難寫 很難寫的時候 那 因為顯而易志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會想得到 我們只會想得到 但這種東西主要是看 審查委員怎麼去看 怎麼看這個問題 不過anyway 一般來講就是 用立即的實驗、呼吸方法、顯而易志的 像這種通常知識能夠延伸 都是可以支援的 是可以支持 發明說你們是可以支持真理端粒化 我們大概把前面的人大概說明得清楚 所以端粒多明書的品質是很重要的 先發明不一定會先贏 因為任何產品不斷地改良直到市場能夠接受為止 所以我們必然改良一個專利 如果能夠避開它的話 又比它有用 那原來專利大概沒有人要買 大家就會買這個新的專利 新的專利 那原來寫專利的人花了很大的力氣 結果被別人 站在他肩膀上面 人家是買別人的產品 買別人的產品 那對於原來申請專利 你不申請還好 你申請以後 更容易被人家把你的想法去寫成新的專利 又做得比你好 那另外一個申請專利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保護的範圍多大 萬萬有人就是 身體專利範圍裡面為了兩個一致嗎 那就是身體範圍裡面就是消極的去保護 你所想到的具體的做法 應該身體專利範圍是要保護你的點子 要保護你的創新 保護你的創新 而不是保護那個detail的怎麼做 這是很重要的身體專利範圍裡面 這一句話大家要得到記錄 要保護的是創新 專利範圍是要保護創新 不是保護那個具體 非常具體很detail的做法 但非常detail越詳細的做法 那個保護的範圍就越小 保護的範圍就越小 保護的範圍就越小 那這個以前都有說明過 就是說 現在 在寫專利當然 尤其是修改專利當然要有 專業或經驗豐富的專利工資 或專利代理人 按理修改 通常都需要 但是自己一定 對於我們前面所講的那些很基本的概念一定要有 就是說 如果交給專利工資去寫 你至少會看他寫的 和你原來想法 創新點子 有沒有保護到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自己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完全沒有基本概念 人家寫什麼你就完全接受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保護到你原來創新的東西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前面教的基本的概念 大家應該要了解 那 我個人的經驗是 你會寫以後 你交給別人 交給別人 當別人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發現你還算蠻懂的 那這個專利律師事務所 拍出的人就會比較好 他不敢拍個菜鳥來跟你談 因為 因為他一看這個 這個一定會不好看 那 這時候他拍出來的人 他拍出來的人 應該都很有經驗 但這一個律師事務所這種人都不多 都不多 那 那他拍出有經驗來跟你談 你多少可以學的東西 那就學有止盡 你就跟你寫過五六個 或者十個以上專利 你就會 這個十八八五一就會學了非常多 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懂 你不知道人家寫的 人家優點在哪裡 你怎麼可以學的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 基本上你要先懂 先懂 那就可以學很多東西 那 很重要就是說 這東西要做科技 要做科技 這東西是要做串心 這東西是要懂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懂的話 你可以 模擬 剛剛講的 人家怎麼可以跟你競爭 你競爭 同樣的競爭者 一個你要看他的專利 你想站在他的肩膀上面 你怎麼樣bypass他 或者怎麼樣更進步 那 那如果說 你是先發明出來的 你是先發明出來的 你也要模擬別人會推出怎麼樣的產品跟你挑戰 對不對 別人會推出怎麼樣的產品跟你挑戰 那你先模擬好以後 那你就要想說 別人可能會推出這樣的產品 那你創新的思維 看看你寫成的專利說明書 這個權力化為事後已經足夠 事後已經保護到了 如果沒有保護到 那你這個專利的生理化為 就要教育 盡量把它保護到 如果你模擬說 別人 你這樣想 你進步 別人可能會進步怎樣怎樣想 那 那你專利是不是想到 或比如說你們是不是寫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學了這個以後 我們後面會講檢索 我們會把很簡單的檢索 一些概念告訴大家 所以你在生理專利前 最好能夠找一些專利 那當然一開始寫 開始做這個做援觀禮 因為它佈局不是很容易 那可是至少 至少你可以看一下 先檢大開 檢索出來別人大概有怎樣的 先前技術 基礎環境大概是怎麼回事情 怎麼回事 你可以事先規劃以後 做好一些保護的範圍 那如果要佈局 如果你是一個小公司 中小企業公司 你要找別人來做佈局 是很貴很難貴的 所以基本上面自己會做一些檢索 找一些相關資料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那如果基本上面 很簡單的去找資料 來看看 到底哪一些東西 不會出外到別人專利 那你可以在這裡面佈局 這還好不會非常的難 不會非常的難 當然要做一個很完整的佈局 算是很困難 那可能裡面可以佈局的東西很多 那如果是已經很多人都在做 而且別人都佈局很好 你看你們要找出 要做很好的佈局 不會出外到別人專利 就比較困難 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好 我們等一下講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做軟體的 要寫APP 鼓勵大家 APP一定要會寫 那軟體 身影專利 我們用幾個頭一面 跟大家說明一些軟體 身影專利 要哪些概念 過去 軟體都有著作權來 這個相當十幾年前 你申請軟體 軟體 對完那個專利 你就是說 你去有著作權保護就好 我不要申請 但是著作權是有保護 智慧權也是一個智慧產權 智慧權只保護的是概念的表達 並不保護概念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以軟體來講 以軟體來講 著作權保護的是軟體的程式 不保護軟體所要表達的創新概念 我們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早期傳真機 傳真訊儀失敗 不知道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 就是傳真過去 要打電話 對方去問 說你有沒有收到我傳真 因為這傳真很重要 你到底有沒有收到 那 就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寫個程式 就寫個程式 結果傳真成功 傳真成功 就會領換回來 告訴你傳真成功 那有人寫了程式以後 說這個程式是一個 製作權的保護 他以為就是受了保護 那後來發覺到 別人做這個傳真機 也做了這個功能 他就去告他 去告他 那告了什麼 當然告不成 因為製作權 保護的 不是概念 而保護了概念的表達 別人只要 把你的概念 另外去寫個程式 他程式跟你不一樣 程式跟你不一樣 就 就沒有觸犯到你的製作權 的智慧才能權 那 所以 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程式 把你的概念 寫成 專利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去寫那個程式碼 所以 有的時候寫成專利 就好像寫程式碼一樣 把那個flow chart 詳細的說明 這個東西 當然有的時候會這樣顯示 令我無理怕別人告 你為了保護某個系統 一個大系統 可以這樣寫 你幾乎等於在寫程式碼一樣 去保護這個專利 我們常常看到 學校有一些寫agory 就是保護那個程式 寫出來就類似像那個 當然不是程式碼 就是非常detail 幾乎就像告訴你程式怎麼回事 怎麼去亂那個agory 那最基本的 在專利生理範圍裡面的概念 不能這樣寫 概念一定要 要把那個概念 怎麼樣 透過我們剛剛那個 要件的表達法 透過那個精神式的 把創新的部分 用其他任務裡面 把創新的部分 把它寫在那裡面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第一個軟體要注意的 所以軟體 是要保護創新的概念 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軟體裡面的 個人化軟體 個人化網頁 它是使用者從一堆選單中 選擇自己想要的資訊 偏好選項 一旦進入自己個人網頁以後 就可以瀏覽自己挑選的資訊 這有點像自助三四的概念 它申請了非常多國家的狀態 不是輸入權 非常多國家的狀態 這叫狀態 這樣 它怎麼申請呢 在那個 鑽地申請範圍裡面 其實寫法也相當一點 個人化網頁 它申請範圍 它說一種利用 這個 keyword 大家寫步驟的時候 可以學下來 這個 keyword 我紅的地方 基本上 或者說 比較mark 的地方 大家寫軟體的時候 可以學下來 把它抄下來 這可以學習 這個學習都不畫幅 完全沒有觸控 一種利用怎樣怎樣的東西 它這當然是伺服器 然後產生怎樣的東西 產生各的畫網頁 的方法 方法當然 該方法幫忙下列的步驟 畫一下 這都可以抄下來 紅的部分都可以抄下來 然後 步驟一 取得 使用者的簽號評價 其中 平號評價至少兩項 步驟二 依據 使用者的平號選項 從資料部中取得 對應的平號資訊 以及 步驟三 產生包括 平號資訊的個人化網頁 給使用者 大家想想看 就是這麼簡單 寫得很好 就是這麼簡單 很多人都想到 很多人都想到 其實這種個人化網頁 絕對不是Yahoo第一個人想到 我相信絕對不是Yahoo第一個人想到 很多人都說 這可以申請專利嗎 這當然可以申請專利 而且這專利 你知道這個很簡單的東西 怎麼取得 從資料庫裡面怎麼取得 這個都很簡單 所以 以上的步驟 一字三 就是利用管理程式 指揮事務器 產生個人化的網頁 會達成敘述管理執行時 會達成的概念 不是去寫這個裡面的 這個程式 不是寫的 而是把程式裡面的概念 把它寫出來 這裡的 keyword 我們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如果你們加了其中方法 是寫方法專利 是寫方法專利 或是用圖專利的話 可以學一下 基本上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步驟 所代表的功能要講清楚 所代表的功能 就是說你每個步驟 你會畫 它這裡事實上 它在實施方法的地方 它有系統架構圖 又有流程圖 又有流程圖 配合的這個來講 配合的這個來講 這是一個 它這裡面當然是 申請專利化為的 那個獨立性能部分降系 獨立性能部分 是降系 所以這個可以學一下 可以學一下 那這次強調軟體 就要把握專利概念 你們日常中 你們現在在職了 幾乎都在做這些事情 很多很多類似的這種事情 那每個人都 我現在做的東西 可以為生理專利 基本上面 每一段程式 或者說 每一個 這你可以把它歸納成 歸納成那個 每個 都會把握中 然後真的很大 那是 我們來看 這次的 幫助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